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今天英文叫Asher Wednesday 今天英文叫Asher Wednesday 中文一般翻譯為聖輝日或者聖輝禮拜三 中文翻譯成聖輝日或者聖輝禮拜三 是Lent四旬期的第一天 是Lent四旬節的第一天 雖然我們福音派教會很少紀念四旬期 雖然我們福音派教會很少紀念四旬期 但我真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度這四十天 但我還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度這四十天 所以暫時我不講上行之詩 所以我就暫時不再講上行之詩 在這個連續有七個禮拜三 我們都會和大家分享四旬期的訊息 在連續接下來的七個禮拜三 我都會和大家分享四旬節的信息 其實這個四旬期最少有三個主題 其實四旬期最少有三個主題 就是討告禁食和施語或者付出 就是禱告禁食和施語或者稱為付出 而這個四旬期的用意是希望在這四十天 我們的靈命可以得到更新 我們的靈命可以得到更新 可以迴轉歸向神 可以迴轉歸向神 也好好的準備自己迎接受難節和復活節的來臨 也好好的準備自己迎接受難節和復活節的來臨 我的禱告是這四十天 我的禱告是在這四十天 就像這個四旬期的計劃 可以讓我們回轉歸向耶和華的神 就是在這四旬期期間 我們可以迴轉歸向耶和華神 今天我要從羅馬書第八章十八至二十一節為大家分享信息 今天我要從羅馬書第八章十八到二十一節為大家分享信息 再次邀請大家翻開聖經到羅馬書第八章十八至二十一節 再次請大家打開聖經翻到羅馬書第八章十八到二十一節 請阿曼德姊妹為我們讀這四節的經文 由我為大家來宋讀這四節的經文 羅馬書八章十八節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十九節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種子顯出來 二十節 因為受造之物浮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二十一節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瑕疵 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謝謝阿曼德姊妹 謝謝 首先讓我給大家一個很簡單的背景 首先讓我給大家一個很簡單的背景 其實保羅是明白到他因信耶穌基督得以為義 其實保羅是很明白他因信耶穌基督而得到義 或者叫得清治 或說得以稱義 而且是有一個新的身份 而且有一個新的身份 就是神的兒女 就是神的兒女 在地上他現在開始的日子是要體貼聖靈 在地上的節日就是要體貼聖靈 而不是體貼肉體而活 而不是體貼肉體而活 保羅也明白一個事實 保羅也明白一個事實 在第八章的十六節 照第十七節 在第八章的十六到十七節 他說聖靈與我們的心同正 我們是神的兒女 既是兒女便是後智 就是神的後智 和基督同作後智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經文說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贈我們是神的兒女 既是兒女便是後智 就是神的後智 和基督同作後智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周圍神的兒女 保羅明白到 我們同時同時擁有兩個不可以分割的經歷 周圍神的兒女 保羅明白我們同時同時也會擁有兩個不能風格的經歷 就是受苦和得榮耀 就是受苦和得榮耀 現在請我們一同來看羅馬書第八章第十八節 現在我們就一起來看羅馬書第八章十八節 他說我想現在的苦楚 若比起將來要顯現我們的榮耀 就不足介意了 經文說我想現在的苦楚 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 就不足介意了 我相信不會有很多人可以和寶羅一樣說不介意現今的苦楚 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夠像保羅這樣說不介意現在的苦楚 當然我就問了為什麼寶羅竟然可以能人所不能的呢 那麼我就要問了為什麼寶羅能夠能忍人所不能忍的 為什麼可以不介意現今的苦楚呢 在這一節的經文 在這一節的經文 寶羅提到他採取了兩個行動 寶羅提到他採取了兩個行動 我覺得這兩個是很值得我們仿效的行動 我覺得這兩個是很值得我們仿效的行動 第一個我們中文翻譯為想 第一個我們中文翻譯為想 英文很多時候會用到 consider 或者 reckon 英文就是用到 consider 或者 reckon 第二個就是用中文翻譯為比 第二個中文翻譯為比 當然就是比較的比 英文一般就是用 compare 想其實不是我們一般思想的意思來的 不是我們一般所認為的思想的意思 而英文好像叫做 take an inventory 就是要清典複存的意思 英文是要清典複存的意思 看看有多少存貨 看看有多少存貨 也都是代表寶羅在心裏做了一個盆算 也就是說代表寶羅在心裏做了一個盆算 或者我跟大家分享一個例子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例子 未必是最貼切 未必是最貼切 但我相信也是足夠表達我的意思 但是我相信也足夠能表達我的意思 雖然可能時間上還有兩年 雖然在時間上有兩年 但已經開始有人談論到一個交易 但已經開始有人談論一個交易 若然是任何一個NBA 美國職業籃球的球隊 是願意招聘LeBron James的兒子 Browney為這個球隊效力 若是有一隊NBA的美國職業籃球隊 願意招聘LeBron James的兒子 Browney為球隊效力 那他爸爸也會加盟這隊的球隊 那他的父親LeBron James也會加盟同一個球隊 所以某個程度就是買一送一 某個程度就是買一送一 所以我們不知道LeBron的兒子 兩年之後會成為一個什麼球員 雖然我們現在不清楚 LeBron的兒子在兩年以後會成為怎樣的球員 但是一個球隊如果得到LeBron James的加盟 但是一個球隊如果得到LeBron James的加盟 可能只有一年 但是這一年這隊球隊奪標 或得到錦標的機會是會大大提升的 但是這一年這個球隊奪冠的機率就會大大提升 我覺得保羅某個程度是面對相處的情況 我覺得保羅在某種程度上是面臨相似的情況 他會先後得到兩個不能分割的經歷 他是先後得到兩個不可分割的經歷 先要得到現今的苦楚 先要得到現今的苦楚 最後才會得到將來的榮耀 最後才能得到後面的榮耀 而且很有可能在他有生之年 他都未必會擁有這樣的榮耀的經歷 而且很有可能在他有生之年 不能得到榮耀這樣的經歷 我們都知道 每個人在地上都有苦楚 苦楚是很具體的 苦楚是很具體的 是我們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我們是可以感受到的 而且會帶給我們傷痛的 而且會帶給我們傷痛 當然我要強調保羅所講的經歷 不是一般的苦楚來的 當然我要強調保羅所講的經歷 並非一般的苦楚 而是為主的緣故 他要承受的苦楚和重擔 而是為主的緣故 他要承受的苦楚和重擔 從一個會計的立場 從一個會計的立場 現今的苦楚 如果我們要放一個數值下去 是負值的 現今的苦楚 我們要放一個數字上去的話 就是一個負數 所以如果要把每一個苦楚 給一個數字 我們如果將每一個苦楚 給一個數字 這是一個負數 注意這是一個負數 在一生當中 在一生當中 如果是這個數值的總和 可能是一個天文數字 這個數字的總和可能是一個天文數字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同意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同意 同樣從一個會計的立場 同樣從會計的立場 因為將來的榮耀還未發生 因為將來的榮耀還未發生 所以在數值上 那麼在數字上 在今天只不過是一個零 在今天來說只不過是一個零 對於好多人來說 對於好多人來說 這兩個數值 根本是沒有得比的 這兩個數字根本就沒有辦法相比的 如果再一次說 是將我們有生之年 所有的苦楚 給一個數字 再講一次 如果我們有生之年 所有的苦楚給一個數字的話 或者是一個價值 或者說一個價值上去的話 對於好多人 對於很多人來說 將來的榮耀還未看到 將來的榮耀根本還未看到 所以對於他們 其實可能甚至是沒有價值的 對於他們來說 可能就是沒有價值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 對於好多人是沒有得比的 所以呢 為什麼我說 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沒不可以相比的 所以 或者都是這樣的緣故 可能也是這樣的緣故 很多的 甚至我們信主的人 甚至我們信主的人 寧願逃避現今的苦楚 寧願逃避現在的苦楚 甚至是不讓人知道 他是一個信主的人 甚至不願意讓人知道 他是一個信主的人 的確 現今的 這個將來的榮耀 是很抽象的 的確呢 將來的榮耀是很抽象的 是很遙遠的 是很遙遠的 現今對於好多人 是沒有價值的 對於現在很多人來說 是沒有價值的 但是寶羅呢 他是看到 將來這個榮耀的 但是寶羅是看到 將來的榮耀的 甚至知道 是很珍貴 很寶貴的 甚至知道 這是很珍貴 很寶貴的 所以當他是 清點這個庫存的時候 所以當他清點這個庫存的時候 他點算到一些 根本是 數不準的數字 他就點算到一些 根本就是 數不出來的數字 即他看到 將來的榮耀 是一個 根本是大到 他是計算不到的數字 他把將來的榮耀 看成是一個 大到他 無法計算出來的一個數字 既然是將來還未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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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呢 就寶羅可以看得到呢 為什麼寶羅能看到呢 他為什麼能夠看到 他是有這麼大的價值的呢 他為什麼能看到 有這麼大的價值呢 我相信寶羅是因為信心才能看到的 有這麼大的《哥倫多後書》第四章十三節 以及十七節 至十八節 請看《哥林多後書》的四章十三、十七、十八節 說這裡 但我們既有信心 但我們既有信心 然後是十七、十八節 我們者自暫自、自… 我們者自暫自輕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極其極重無比 永遠的榮耀 原來我們不是故念所見的 乃是故念所不見的 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 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所以因為有信心 現今的苦楚和將來的榮耀 這樣相比呢 今天是不得比的了 現今的苦楚和將來的榮耀 這樣相比呢 這樣相比的話 是不能相比的 是不能相比的 就像這幅圖一樣 就像這幅圖一樣 一著將來的榮耀 那將來的榮耀 寶羅覺得現今的苦楚根本就微不足道 寶羅認為現今的苦楚根本就微不足道 因為他甘願是願意承受現今的苦楚和傷痛 所以他願意承受現今的苦楚和傷痛 他知道他在地上會失去很多的東西 但是與將來所得到的相比 但是與將來所得到的相比 根本就無法相比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信主人有三個必經的過程 我們信主的人有三個必經的過程 第一個是justification 這個中文我們翻譯 這個被稱為義 第一次是justification 中文稱為被稱為義 這是一次過的 就是在神自己的審判台前被宣告無罪 在神的審判台前被宣告無罪 第二個是saintification 就是分別為聖 第二個是saintification 是分別為聖 這個是我們信主的人 信主之後是一生的事情 這是我們信主的人一生的事情 就是我們慢慢讓我們獻上被主用 就是讓我們慢慢獻上為主所用 而且我們的表現上 我們的生命是越來越像我們的主耶穌 而且表現出在生命上 我們是越來越像主耶穌 而第三個是glorification 就是將來的榮耀 而第三個是glorification 是將來的榮耀 這個是永恆的 這是永恆的 所以你看到寶萊這裡 經常都說到一些是短暫的 還有一些是永恆的 短暫的和永恆的相比 永遠是無法比的 所以保羅在這裡看到 他自己是看重了將來的榮耀 所以保羅在這裡是看重了將來的榮耀 可以輕看現今的苦楚 所以就輕看現今的苦楚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什麼叫因信稱義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什麼叫因信稱義 我們都知道什麼叫分別為聖 我們也都知道什麼叫分別為聖 但是什麼是將來的榮耀呢 但是什麼是將來的榮耀呢 保羅所指的是什麼呢 保羅所指的是什麼呢 為什麼又是這麼有價值呢 為什麼有這麼有價值呢 在第八章第十九節 其實給了我們一些的指示 那麼第八章第十九節 給了我們一點提示 在第十九節他說 受造之物 設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第十九節說 受造之物 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神的眾子一般理解是天使 神的眾子一般理解是天使 而顯出來就是主耶穌在來的日子 而顯出來就是指主耶穌再來的日子 在那時候主耶穌和一群天使 一起會從天來到這個世界 那個時候主耶穌會以天使一同來到這個世界 並且施行審判 並且施行審判 請聽我讀哥羅西書的第三章第四節 請聽我讀哥羅西書的第三章第四節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祂顯現的時候 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祂顯現的時候 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在第十九節說 受造之物 設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當然這個受造之物也包括了我們信主的人 當然受造之物也包括了我們信主的人 我們就在等候主耶穌再來的那一天 我們就在等候主耶穌再來的那一天 聽到我讀這個菲律比書的第三章二十節 請聽我讀菲律比書第三章二十節 他說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好了我們都知道我們在等候了 好了我們都知道我們在等候 但是為什麼呢 這個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是設望等候呢 但是為什麼說受造之物都在切望等候呢 第二十節 第二十節 他說因為受造之物伏在虛空之下 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因為受造之物伏在虛空之下 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那伏在虛空之下有什麼意思呢 那伏在虛空之下是什麼意思呢 用英文的標準版為大家讀這二十節 讓我用英文的標準版為大家讀這二十節 他說 For the creation was subjected to fertility not willingly but because of him who subjected it 英文如剛才牧師所讀 這個用到中文是用虛空 中文用虛空 英文就是用fertility, vanity或者frustration 英文用這三個詞 那意思就是沒有益處的,沒有果效的,沒有意義的意思 那意思就是沒有益處,沒有果效,沒有意義的意思 簡單的意思就是我們人只有一個造字 簡單的意思就是只是做而已 但是就未必有成果的 就未必有成果 未必會帶來有任何的益處好處的 未必會帶來任何的益處好處 但是又會是很無奈和無能為力的 但是又很無奈又無能為力 我以為我會想到的就是創世紀的第三章十七節到十九節 那我很容易想到的就是創世紀三章十七到十九節 當神是審判到亞當的時候 當神審判亞當的時候 被他有這樣的懲罰 給他有這樣的懲罰 又對亞當說 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吃了 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 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奏狀 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 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吩咐你 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 你必為你的緣故受懲罰 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 然後跟著是十八節和十九節 跟著是十八和十九 地必給你長出 荊棘和窒泥來 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 你必看流滿面才得糊口 直到你歸了土 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 你本是塵土乃是歸於塵土 不仍要歸於塵土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吉利來 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 你必看流滿面才得糊口 直到你歸了土 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 你本是塵土 仍要歸於塵土 剛才這幾節經文 我想很能夠了解到 解釋到一個字 什麼叫做Fertility 什麼叫做虛空 那我相信前面的幾節經文 就很容易解釋出 什麼叫Fertility 就是虛空 就在被詛咒 一切都很困難的 多做不代表會多收 多眾不一定多收 但是為什麼今天人仍然相信多做會多收 那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今天人仍然相信多眾會多收 第21節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衛的合制 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瑕疵 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那King James Version這個英英版有這樣的翻譯 那個英英版是這樣的翻譯 他說Because the creation itself also shall be delivered from the bondage of corruption into the glorious liberty of the children of God 英文如牧師所讀 這裡也有提到中文用到敗壞 中文叫敗壞提到 英文是用到Corruption Decay或者Ruin這幾個英文字 英文就用到剛才牧師所說的三個字 原文就有敗壞、衰敗或者漸漸死亡的意思 原文就是有敗壞、衰敗、漸漸死亡的意思 所以這裡不僅僅是核制 這裡不僅僅是被捆綁的情境 而是講到被捆綁的情境 而是講到被捆綁的這樣的情境 更加準確是在奴役當中 或者更加準確地說是在被奴役當中 是不可以脫身的 是脫不了身的 原來受造之物 原來受造之物 都在期待能擺脫這樣的詛咒 都在期待能擺脫這樣的詛咒 因為現今的情況是沒有改變的 那現今的情況沒有改變 就是只有死路一條 只有死路一條 他們只能期待改變的來臨 他們只能期待改變的來臨 他們希望有一天可以脫離這個厄運或者宿命 但是唯有當神的兒女得到榮耀的時候 但是唯有當神的兒女得到榮耀的時候 這樣的咒作、這樣的絕景 是不可能被改變的 這樣的詛咒、這樣的絕境是不可能可以改變的 我們這段經文有什麼體會呢? 那麼我們對這段經文有什麼體會呢? 我學到原來我們對滿足是有不同的態度的 我學到原來我們對滿足是有不同的態度 一個是我們英文叫 instant gratification 馬上得到滿足 一個是英文叫 instant gratification 馬上得到滿足 另一個叫delayed gratification 就是延遲得到滿足 另一個是delayed gratification 是延遲得到滿足 有些人是為了將來而活的 有的人是為了將來而活的 希望等到一天才會享樂的 希望將來等到有一天可以得到享樂 意思是一天他什麼都不用做了 只是享樂的 但是很可惜 那一天可能永遠都未必會來臨 那一天未必永遠都不會來臨 甚至呢他離開這個世界之先 可能在他離開這個世界之前 他想吃的東西從來沒有吃過 他想吃的東西從來沒吃到過 要穿的漂亮衣服從來都沒穿過 他想穿的好漂亮衣服也沒有穿過 要去的地方從來沒去過 要去的地方想去的地方也從來沒去過 更加沒有給足夠時間給他身邊的人 更加沒有給足夠的時間給他身邊的人 他存在的 他是存在的 但是他沒有真正的活過 但是他沒有真正的活過 有些人就是為了現今而活 有的人就為了獻金而活 他們就接受及時行樂 他就接受及時行樂 今朝有酒有酒今朝醉 今日有酒今朝醉 完全是沒有為了將來來打算 也都沒有為了永恆來盤算 也都沒有為永恆而盤算 甚至那些信主的人 甚至一些信主的人 他看不到將來的榮耀 就算是看到 他都沒有耐性去等候 他也沒有耐性去等候 更加不願意接受現今的苦楚 更加不願意接受現今的苦楚 以前有一個人唱歌 Carly Simon的歌叫 Heaven got time for the pain 沒有時間給這個苦楚 就好像以前Carrie Simon的一首歌 Heaven got time for the pain 沒時間給苦楚 我們可能都不一樣 我們不想給這個苦楚 又佔據任何的時間 我們可能也都是不願意 苦楚佔據任何的時間 但是現今的苦楚 對於我們窮追猛打 但是現在的苦楚對於我們 就是窮追猛打 咬住不放 各位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現在身處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處的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就是在這個咒作之下 就是在咒作之下的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會遇到 屠勞無功的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屠勞無功 我們都會經歷到挫折挫敗 我們都會經歷挫折挫敗 當然偶然我們都會成功 當然偶爾我們也會成功 但是失敗或者失望 是比較普遍的現象 但是失敗或者說失望 是比較普遍的現象 其實我們可能都會哀嘆我們面對的挑戰 可能我們都會哀嘆我們面對的挑戰 甚至可能我們都會對我們的神感到失望 甚至有的時候我們對我們的神會感到失望 埋怨我們的神給我們有絲毫的滿足感 埋怨我們的神沒有給我們以絲毫的滿足感 我們埋怨神 我們埋怨神 在我自己的思想裏面 在我自己的思想裏面 我感覺我們仍然有伊甸園的影子 我們身上仍然有伊甸園的影子 希望每天好像伊甸園的日子是無憂無慮 希望我們每天好像在伊甸園那樣無憂無慾 好像拿什麼就有什麼 好像想什麼就有什麼 從來不會有任何的掛慮 從來不會有任何的掛慮 但是現實與這樣的理想有很大的差別 是遙不可及 但是現實以這樣的理想真是好大的差別 遙不可及 可能我們都忘記了我們受造之物 都因我們始終犯罪而受到的嘴咒 可能我們都忘記了 因為我們始祖犯罪所受到的詛咒 我強調我們的主不是為了要懲罰我們 而是我們從中得到救贖 而是我們從中得到救贖 讓我們人能夠踏上回歸之路 甚至可以得到將來才能見到榮耀的日子 甚至可以見到將來才能得到榮耀的日子 各位弟兄姊妹 耐心等候將來榮耀的來臨 耐心等候將來榮耀的來臨 在現今的每一天 在現在的每一天 享受和你親友的時間 享受每一天與主耶穌同在的美善 享受每一天與主耶穌同在的美善 願神赤福大家 願神赤福大家 Amen